大家好 今天到我们这个一头最后一个演讲 所以我想大家都非常累 但是我希望说大家在监测时分钟 然后就跟这个电脑上玩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是 比较前一汉字幕 我们就绿色供应的一个广点 我最想做一个简单调查 我们准备哪位听说过绿色供应链 好不好 还是没有 OK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在看 如果说喜欢体育的一些朋友 都知道像我们的一些集团像雕王 他要提出来 包括说爱迪达斯放在那里 都提出来跟他说 而在2020年之前 整个他的一个环节 包括他的环境界 包括自己的自身 他又下降 比较说20或者25的一个讨论放 但是他会认识到 他有认识一点就是 在贡猬店里面 其实是让他们整个 畅台版本 80以上 有些认识更高 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 就是 其实更多人 他们越来越重视 整个贡猬店的管理 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一起 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绿色贡猬店的管理 那我们从四个方面给各位做一个风向 那首先呢 我们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做人家要给你讲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绿色都会面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从给各位心意介绍我们这个被子 那再来 我们给各位介绍什么叫绿色都会面的管理 那然后就是 我们有 因为在绿色都会面都是从工厂里面出来 所以我想 针对我们企业来讲 更关键一点 特别是我们自身 那从企业等效的提升这里 是我们要做绿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房间 那这边我也会就我们 企业内部的一个人效企生做一个分解 那最后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我想 很多个粉丝的图都比较熟悉 其实这个是我们十五个的话 中央政府它有一个非常强制的目标 首先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2015年之前 要我们的厂排放 要加百分之十七 然后我们的能耗 要加百分之十六 这里是根据我们2010年的那个 2015规范的时候 2010的能耗的一些消费主要 这里我想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哪个企业 是被大地政府要求说要做那个能效提库的 怎么样 这个还没有什么 那因为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国家企业 政府它有要求就是那个 能耗消费比较高的 其实是一万五千多的企业 但是它又是你们一万家 这里面的企业其实有包括 省重点监管的企业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国家的检任目标这个企业 那这边有分两个层次来管理 首先是省重点监控的企业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想 当地能精心聚与聚会 比方说有些区域的精心聚会 类似这些部分的 汇报里面的一些人省的报道 所以我们在 其实我们在十一五期间 在人员点消费上 又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想可能大家都有 身有体会 因为这样很多 我现在过去几年 我们对我们做了很多的 节能感到的一些项目 包括说我们 大家可能知道 听说明讲多了 我们一些机器的节能 还有就是我们空调的节能 包括说我们 其实照片的节能 照片的节能 我现在很多其实 都做了这些类似的项目 但是就是说 这些项目 我们做了这个项目 到底要不去做 会更适合 然后有一点就是 我们做节能 其实并不是 单单只做一个设备的节能 因为从节能的角度来 我们有三个层面 其一个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 技术改造出我们社会的节能 但另外就是 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整个电网 的一个节能 因为 其实很多企业 它都做了很多 节能的一些方案 但是很多企业 都我们在 扣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都 反映整个问题 就是说 省电不是钱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你做了很多这种节能方案 第一个就是 它不要做很多钱 它装很多那种电瓶器 但其实这一部分 你其他人装 它对整个电网 其实有很大的冲击 包括说的一些 那个电器兼容 一些的一些影响 所以你整个电 从电板出来的 电的自由 很优先下降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从整个公司层面的管理 我们叫做 细体性 或者说一个管理的部分的节能 这样的其实还是 没有做到 包括说 我们这些公司 就是有没有自觉的去 把一些灯很关掉 或者说 我们在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继续把 空调的关掉 其实这里面 大家不要想看 这些小民一个一个房间 但这里面 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它的节能的空间 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 我不需要花很多的投资 我不需要 做很多的一些感动 也不需要影响 我们整个生产的过程 我们是 能够为企业 达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所以更简单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 这个空间非常大 这个图 其实 不想到我们 中国在 碳海方面 怎么样 其实 目前来讲 我们中国是在 最低的重量 全球第二位 我想 在过去的第四年 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自己发展的 一个 速度 可以说是非常精忍的 一个速度 对全球来讲 现在也有很多 预测说 中国在 这四年之间 超越美国 有很多这类的预测 但是大家可能 要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经济发展 它的质量是怎么样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可能 现在政府也在 也在关注说 不要讲 不要太强调 我们说 要保护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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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直强调 GDP的增长率 而相当讲 他们想说 你发展的质量是怎么样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 从两个金银人开始 我们的二号砂 才发展也是 去的第一位 所以 从一样开始 我们超越的美国 刚刚听到说 我们金银发展很快 但是很大一样感觉的就是 我们这个 快速的发展 其实是在我们 那个 南昊 非常低 使用率的 这么一个代价之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比较 中国每年消耗的 包括说我们的钢铁 我们的煤 还有我们的水 在全球的总共量 27% 30% 50% 大家可能也感觉到 包括说我们现在 那个 煤的 像上西这些 能源的一些大神 所以有很多一些 暴房 或者说他们一些 这些什么负荒都出来了 所以 因为中国的 今天每一些 基础上的一些 能源 消耗非常大 所以 我们就算说 有一些 不太光处 就是能消耗这些效率 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中国每 每一金属 所消耗的能源 是美国的13倍 德国和华国的7.7倍 然后是 小德国的7.7倍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空间 需要去发展 别人同样 同样 同样是 同样是 穿造一个美金 这么一个 这个价值的 那你 比中国 希望的一些 资源 保存你的 水 保存你的 那些 勞工 没有精神 十几倍 但像他 对你来讲 你根本就很难 有一些精神力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很多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 会做到越来越多的一些 一些问题 困境 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 老公成本 越来越高 保存 可以看到我们一些 店 保存的 水店 那些成本都会主体十三高 所以有很多一些 低增值的行业 现在都能够帮到 包括 泰国 方拉西亚 各地区 这个我们也希望 对我们自己来讲 都提升 我们在 资源 使用他们的效益 那这里面其实刚刚 有没有提到 没错 这个是一个比较 跟中国 跟其他一些 包括其实 我们在看中国 跟我们 比较比我们差 很多一些 国家和印度 其实我们的问题 是比他 很差 所以这边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在中国 各位需要更加努力 以及提高 我们的资源 使用效率 或者说 我们今天需要使用效率 更快 我想来 可能大家 对来 都有一定能的认识 那我们来 就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 就是希望是能够整合 各个部门 或者说 各个 专业的一些 同事 然后 我们的企业 提供一个 一架式的动物 因为我们相信 不要说 你要做一些改善 其实不仅是一个 一个部门 或者说一个人 都去完成的 那我们更希望 我们集中 各个不同行业 一些同事 或者一些专家 或我们企业 提供一个很文整的方案 好 那这边我们就讲一下 我们这个 什么叫 绿色公园面 首先 这个绿色公园面 其实是 96年的时候 由 乌星达大学的 制造研究中 协会提出来的 绿色公园面的概念 其实我们这早期 可能更多的 我们还是讲到 包括我们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交期 目前来讲 我们在国内 很多企业都 都比较关注的 可能说更加关注的是 这个 包括我们的交期 我们的质量 我们的价格 所以各种 包括我们的四肢体 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就说 能够希望 能够更加 在我们的四层过程中 能够考虑 我们整个能源的消耗 包括说 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所以呢 他就希望能够在 我们在一个 这传统的 公园的环境的同时 能够把我们的一些资源 包括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把它加入到 这个考虑以来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 从整个 公园来讲 包括说 你的公园山 再到我们整个环境 包括说 我们的采购 包括在我们面里面 更多的是 我们的加工的制造 再到我们的一些 物流 再到我们的消费 再到整个 整个中断的用户 其实这整个环境里面 每一个环境都会涉及到 我们的 蓝套的使用 包括说 我们的一些 对环境的一些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切会面 我们的模型 可以看得到 从 公园环境 我们都会 就一定会有 我们的消耗 然后在 下面的同时 也会有 我们的废物开放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 我们的一些努力 包括说 我们在 更多的在 加工环节 对我们的装备环节 然后 非常小 其实有我们的 使用一些能源 然后 在 废物开放方面 做得更好 我们总共用 国内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进入一个 资源 也许的发展 所以 从 绿色公园整个 一个目标来讲 其实它 一共有关注 六个目标 就是固定 固定是传统的 包括说 时间 将期质量 还有整个服务 那其实会不会 考虑到我们的环境 和资源的一些使用 我们看一下 绿色公园 设计的哪些内容 那首先 一个就是 绿色的设计 我想 我如果 我现在的企业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设计部门 但其实 大家如果知道 我们一直讲说 选择其实 比 你那个 使用更重要 就是 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要选择什么 材料 你使用 要选择什么 一个工序 工序的生产 的产品 其实比你在 在生产品中 去节省 那个会不会有效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在 在我们产品 设计的一开始 我们就要考虑到 我们的一些 不要说 我们要使用一些 能够回收的 刚刚那个 像麦可也提到 你要使用一些 能够不进去的产量 或者说 更容易回收的一些产量 那 再来就是 但可能还会 或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我们的 生产跟加工 再来就是 在广东地区 我们可能会 推出的比较多的是 可能大家都也不知道 做经营生产 那这个其实也是 省经营委 一直在重点 以突压的一个项目 我现在可能 在多一些企业 都有 有做 或者说有接触过 经营生产 因为 对某些行业来讲 比如讲说 所以就做一些 账务 我今天来讲 是政府讲序的一种去做的 因为如果没有做 它可能 有一些环境的一些派遣 就会很大 所以这个 对于企业来讲 我们也是希望说 通过这些不同的项目 能够去 让企业能够 这些资源使用 跟我们对环境的一些温暖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预线产购 还有我们整个物流 随大高小的一个物流 其实 不同的企业方式 其实对我们 对我们整个能够使用 是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包括现在的时间 在欧洲 国家有多要取得 那个航空低液的常怀放 就是要加入常事 但如果是目前是在底子 那就是说 这方面 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对这些物流来讲 其实它对整个电源的使用 非常大 那 Visor包装 那这边其实我想 讲一个简单案例 就是 我们可能知道 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 Walmart 那其实它在 7年的时候 它有推出了一个 房法商业领 这么一个计划 那这件事想解释 它就要求在 在Walmart的空间店里面 所以每个产品 它下降百只 从2007年到2013年 有一个时间 它在 它在 它在公民里面 下降百只 五百的包装材料 可能对我们 很多产品来讲 现在百只五百的包装材料 是非常小 非常小的部分 对 但是 根据 过去几年 Walmart 自己的一个计划 当然 对Walmart 公司自身来讲 它这个小小的工作 当然是 把金属的包装起来的 节省 这个小工作来说 对Walmart 他全球 他自己来讲 是4个亿美金的金额 然后对他全球的 公民链人来讲 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在很多的一些 他的公民商 他的地县的公民商 包括他一些 公民商的公民商 但对于整个公民来讲 他是 节省111亿美金 就没有这么长大 一个金额的那个 节省 所以大家可能想说 我们这些小小环节 有一个节省 所以对整个 我们整个公民 或是对整个产业来讲 其实他一定是非常大 再来 我们可能会 接受比较多的 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 其实 绿色营销 可能在中国 还不是特别流行 但是如果流行 在欧洲 在美国 这些就 会越来越来越受重视 可能大概 就会比较多 像无音 像这些 在美国的话 如果说 一些电子 一些电器的产品 也是不能够随便去丢弃的 在中国可能 还做不到 可能还 还做不到说 要有一些 专业的一些维修公司 来回收 但是美国一定要 要电话一些 专业的一些公司 然后由他们 去进行 一个维修 在美国 也碰到很多问题 就是 有很多美国 这些维修公司 把这些 所谓的电子垃圾 遇到我们 中文文件加工 然后再 再在中国 再重新生产 再卖出去 但这个不是 我们希望能看到的 我们希望说 对中国自身来讲 我们也能更加重视这一块 可能大家都有知道 包括说 比如说 在广东的 东湖 某一个城市 它这些电子垃圾的加工 包括说 其实在附近有的时候 也是一样 这些电子垃圾的加工 对我们整个环境 是非常大的 而且 它对这些 工人 对于是非常 精神的垃圾 是非常大的 很多 包括那些老板 包括说 他们在操作这些 这些工作 一些工人 他是没有重视这一块 那因为很多 一些 因为他是隐形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中国能够更加 帮助我们这些 这些电子垃圾 或者说一些 这些 微塑的产品 对我们整理的影响 我们做这个 有哪些风险 我们一些可以看的 其实它有三种 的风险 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 我们订阅整个工具 是我们的确定 比如说 我们要选哪些工具商 或者说 我们客户要选哪些 有选哪些 不同的工具 我们的机会工具商 其实这些都可能会 根据不同的一些 发展的时间 才会有些调整 那包括说 我们企业内部 我们整个工具 内部的一些 也有一些不确定 那包括说 我们整个 外团的环境 也是有很多的变化 那讲完这个 绿色工具店的内容 之后我就想 给周围组理人 讲一下 对我们企业来讲 可能会更直接的一个 项目 那其实也是我们 也在帮助一些 目前在那个 外加企业 当面的这些企业 在做的一个项目 可能这个项目叫 结合一下 体制项目叫BEP 那 其实我们的目的 目的是在于 就是说 通过我们 对企业 这是一个联系 那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公司 目前的 其实这个很好 是什么 一个状况 包括说 这些设备 这些网结 包括我们的一些 工业流程 包括说 我们在整个 工厂的布局方面 这能够是能够 接受我们的能源的 然后通过这些 这些分析 那我们会对我们 整个企业 进行一个 提出一个报告 然后再来就是说 通过这些 后面的一些规划 那我们企业 能够不断地 去执行这些 商业也是赶不上的 那同时 我们也希望能够 加低我们企业的 一些提出的成分 其实我觉得 这个对企业 是最直接的 因为可能前面 我们讲的 更多的一些 行下 对我们企业来讲 很多企业 其实不太重视 我们店的使用 我们一直讲说 现在 在目前来讲 店是我们的企业 最有被控制的一个环节 很多 跟我们在很多企业 谈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我们这几十年 都是这么做的 也没什么问题啊 当然 其实这里面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就是说 从成本来讨历来讲 可能我们现在 接触看多了 跟他说 如果我们这里面有产扣 我们是可能 就感受的变深 就是 可能要去刷 也可能要 要做完 多少cost 但是我们反映到说 在我们整个 生产环节 我们这些能源 是能够问我们企业 现在缓制5 就实 而且这个是不需要 花太多的成本 如果说 如果说 你要让公民商区 加法律 我们到法律 这边 高斯达 我相信 对产购来讲 是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对于企业来讲 对公民商区 非常大的压力 那我们更希望 是对我们自己 内部来讲 能够干涉 这一块 其实这里面 除了说 我们一直说 这个项目是一个 书学的功能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为企业提供对这个方案 它有点 知道怎么去改善 然后我们能够 根据这个方案 一直去 陆续去推动公司内部 能源的改善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更的希望就是 在我们企业内部 建立一个讨论 由我们这些企业内部 来去执行这些项目 因为我们在 过去一段时间 也有发现很多企业 可能都是一种 运动式的这种 这种改造 可能没有做办法可能 这段时间 看了很多一些新闻 看了很多一些信息 觉得说 因为这个节点改造 非常重要 今天节点改造 非常重要 而且政府也非常关注 那可能老板就会 下去就说 要做多少个项目 多少个项目 那可能就逼着我们 下去的办法说 工程部 包括说我们一些 产物部社会部 这些东西去 去找不同的办法来做 但是 这些办法做完之后 会怎么样 就是说 我们这人 换点之后 这些项目到底 有没有成效 或者说 它到底在进行的过程中 有对我们企业 有没有造成一些 一些 手套的一些问题 没有去评估的问题 所以我们更希望说 我们去 企业团队 建议这部团队 你们对 你们这些企业 进行一个规范 我们后面要做的项目 进行一个规范 但同时 我们这个团队也有能力 对我们要做的项目 进行一个评估 明显说我们要评估 说这个项目 对我们的产品 有没有什么影响 但对我们的电网 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里面就涉及到说 我们就一定要去 明明所谓的 省电不省钱 这种状态 那还有点就是 到时候 我们有在 帮一些 一家 做塑胶工厂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就发现它企业 装了 在一些诸塑机上面 装了一些诸塑机 其实诸塑机非常有效 它的阶段是40%以上 非常有效 可能很多老板 一看这个数字 可能非常 就觉得一定要去做 但是我们在 在通过诸塑机 其中一个分析 就发现说 它有几个小问题 因为例如说 它整个产品的布料率 有点高 因为它都是 比较精细的产品 那如果说你装了一些诸塑机 如果想 你没有注意去调节 这些仓数的话 会正常说 你这些诸塑机 你是达不到这个项目的要求 那其实这个 可能对于 对我们做工程 或做厂部的同事来讲 它不太能够工作这一块 所以我们更希望说 你当你在做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的项目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 各个部门的同事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团队 去做这个决定 那你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项目 对我们整个公司 会有什么影响 而你是精简地从 从电表这个角度 一直看多地 这也可以让他们看看 就是 在我们在某些项目 其实是 有某些行业 某些企业 是确实能够把企业 是能够到一个事物上 因为 其实很多的企业 特别是一些 比较传统的一些企业 他们可能在市场团队 做了很多的一些 一些改善的一些 一些改善的工作 但是对一些 等于使用的讲 或者对整个 风险和布局的讲 其实不太重视 所以 我们是有帮他 还有一点 就是说 很多企业里面的一些 茶楼是没有做到的 包括说 有一些企业 它们蒸汽的一些 这些漏掉的水的一些 那个水 它们有去控制 那些阀门 直接流失掉这些水 所以这些部分 其实对起来都可以 很大的浪费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 非常简单 包括企业房间 首先一个就是 我们来做一个 计划的准备 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让企业 会组织一个团队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最主要是 你们自己来做的东西 自己来去 有些人参加一些 有些人能力去提供 这个项目的一些有效性 包括所有 我们自己一起走进 各种的项目 因为 其实有我们的项目 其实你们是不需要 让我们划掉的投资 然后能达到一个 非常大的效果 包括说我们企业内部 其实我们 来自身来讲 我有 如果上到我们 3850上面 有看到很多地方 有一些标注 或者说 请选一些 所谓的医生标兵 防火牌标兵 或者说 有一些 有一些 提案 一些艰难提案的 这些同事 进行一个奖励 其实小准来一些 这些动作 都会让我们 所谓的动作 都会重视这一块 那除了一个考虑之外 是我们会进行一些 专业的培训 那这个培训 其实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 对我们整个公司来讲 能够我们进入一个 一个很好的气氛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企业气氛 就是大多人 关注这个能源这一块 大家都觉得 都知道 能源使用 其实对我们企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对我们 产品的成本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那只有我们大多人 有问题这块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除了这个典型之外 其实我们还会 因为现在可能 大家都接触 都经历 说得比较多的 伤害手法 对我们的企业 也有一个内部的体系 那 某些行业 包括说一些 比如说做电子的职业 像做手机 那边 很多的企业都被客户要求 要去做这个 iPhone 提供这个体系 就像我们 之前接触过的 iPhone 要是举钱 我相信 后面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 越来越多的企业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 做一些 一些改善 那除了这些 准备 这个准备做完之后 是我们这样的企业 已经是一个评估 那这个评估 其实 也会做两个动作 一个就是说 我们去到现场里面 去谈一下 我们的设备 因为你深信 这些设备 包括一些使用状况 什么样 包括操作员工 他的水平怎么样 然后 我现在这个使用 都是唱词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需要说 对我 不能进行一个 牵扯的领布 我们很确定的知道 我们的一些 设备的顺床 然后 包括继续 工夫的顺床 那 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个 一个测量 那 我们这里面就要 要有一些设备 要清楚地 量出来就是 我们这些设备的一些 不要说我们的 公司有什么样 然后 有哪些地方 所以就赶上了 那 做完这个设备之后 其实我们收集上的资料 其实在观众过程中 我们通过一些 一些 通过一些仪器来 收集数据 包括说我们 可能我们公司内 包括一些公共门 他们有一些电费 或者说 有一些 机器 收集相关的信息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再来 我们进行一个分析 一个设备 其实对我们很多企业来讲 如果说 你要去做一些 改善的项目 那 你只是尽管 对一些机构 比方说我们一些 一些 一些公司 他们的一个介绍 可能也会有意思方向 因为每一家企业来讲 他都一定会对 好的方面 会踏起来宣浪 而且 对他的一些 对这个方向 很独立的方面 他可能不会说 会 这样的一些用户 现在其实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更希望 对我们 团队来讲 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清楚地知道 我们要怎么去对 这些方案进行的分析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确定 我们要做这个方案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案之后 我们的发展展会 会给企业 这个方案出来 我们从哪些设备 哪些缓解 我们可以做一个 这种方案 那还有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 会给各位列圈 就是说 我们有哪些 可选的方案 然后 其实最可选的方案 是哪些 因为这个很重要 对于公众企业来讲 其实 它不是 不一定只有一个 一个方案来使用的 但是 我们更加希望 就是说 对于企业来讲 要选一个最适合 我们的企业来使用 然后再来 实施的方案 这个非常关键 当然这里面也会 一定会设计到一些 投资 所以这里面也要设计到 投资进去 但是 我们这个是不要去 但是这个投资 因为你要看说 就是投资金 包括说我们早期 做了很多一些 效果 其实很简单的 在造一项 我们有时候 一家电子工厂 全部搞了他们 整个造立 造立系统 但是 因为他们使用的 时间非常长 每一天是 基本上是 全天开工的 因为他们做的设备 比较轻易的设备 然后是24小时的开工 所以我们的效果 其实基本上 是在三位之内 就会回顾 所以大家 在找一些方案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去做一个 比方说 你即使可以算得出来 那这样 我们就会知道 能力方案图 是更容易 那做完这些方案 之后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改善 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做的东西 因为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很多期间 他们做的一些 节能改善的方案 其实更容易 更崩溃地说 一阵的东西 运动是这种改善 而不是持续的改善 那对我们 可能 大家很清楚 跟这个 责量机器来讲 我们都希望能够 持续改善 而且 当然也对我们 都有在那个机制来做的东西 那对我们能源管理来讲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除了做这些 一样 八把 更开心的这些 这些短期的项目之外 更希望就是 能够一直 持续的原发展下去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不敢简单 一个就是说 能够为我们的企业 找出我们的艰难空间 因为这个非常直接 对我们的企业 来讲 绿色企业 或者说这种 企业形象 他们都越来越光处 这些 我们企业在 環保 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表现 那这边我又想用 两个简单单例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 就是说 我们跟 世界博客 基金会 合作 WWF合作 叫 叫碳减排先锋 这个项目 那 世界博客资源基金会 他就希望说 在中国 一些 其实基本上 每个人都涉及到 在某些行为 选一些 我们叫 李先生的公司 然后 由 WWF来 他出的自己部分 那这种企业 推薪中间的 减排的项目 包括说 麦克尔韩国 刚刚麦克尔提到 碳减排的项目 那 其实 我们这个项目 莱茵是唯一的一个 合作文房 就是这样的 合作文房 那这个项目 其实是通过 我们 莱茵 这个项目 是为 太南众业 最大的一个企业 叫做 莱茵英 这个项目 包括在俄北 在海南 都有 这些项目的企业 那 我们会 做了几个 产业的一些项目 包括说 我们会进行一个 碳减具体的评估 会 所以 所以我们在做 每个项目的时候 都是今天对我们的企业 进行评估 包括我们 其实内部 我们企业内部 一些改善也是一样的 要知道自身是每个状况 然后 再来 帮助我们的 碳减具体的评估 帮助我们今天 减排的评估 再来 然后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 第三股 其实我们会做 会比较 不为企业提供 对他们的解决报 对 这些方面 可能大家如果 有穿Nike的鞋 可能都会知道 Nike 其实到现在 它没穿鞋子 它用来到水 多少遍 它其实都要计算出来 所以 像这些 我们一直讲说 非常传统的东西 它们也做了这么细 它对我们做 或者说 做家电 或者电子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 对我们的产品 的成本结构 一起分析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你这个 对这些电 或对这些水的 实用来讲 其实对我们的成本 是在很大的一方面 我们另外一个项目 其实是 跟通用机车做了影响 因为它是希望说 很多在它 整个空间里面 然后 要为 通用机车 就是一个 所谓的绿色中间 这个方法 其实 这个方法 其实 因为通用机车 很大都很清楚 就是 它的经常业 是一个 是一个 它很希望说 在 我们要建立一个 绿色企业的 一个形象 然后在我们 工业来讲 它希望说 它 公司自身 在它这个行业里面 然后起来 一个标准的 这个一个 让大家能够去 学习 这个效果 这个一个效果 但是 其实我们 就 我们 刚刚做了这个 有方说 这些目标 很简单 就是要 在地上的 然后提高 他们的抗美化的使用 第二 就是说 要建立一个 刚刚提到说的 一个受影响 然后 看内容 其实 有放入住 旁边的内容 首先 一个就是 要放入这个 碳主机 一个模型 因为 它这个固定是非常 很大的 我们也知道 在这儿做机场的演讲 包括 包括说 它有很多的一些 工医生 这些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需要 在这个环节 建立一个 碳主机 一个模型 然后再来就是 对策略院 自己有个优化 还有问题 出现改革的目标 所以 它会 因为我们 每一家企业 都进行一个评估 包括说 我们下面有提到说 能力是可以 开来进行 所以它对 每个工医生 它都有一个指标 很大的 包括说 你的人的使用 包括说一些 水的使用 所以这边的话 而且它是每一个 都需要向 像 去汇报 大家一些表现 然后再来就是 第一次顾 我们进行一个诊断 评估 改革 最后就是 我们 微野教会 通用它整个 工医生 发展 这个规划 最后就是 一个 要提出 一个报告 其实我想 可能大家 可能都有 听说过 所谓的企业事件 报告 因为我们 很多企业 跟着希望就是 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 然后 让我们的一些 工医商 让我们的客户 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做这些东西 特别是在 環境保护 或者说 我们这些 对我们的企业性 像有利的这些方面 我们的希望能够 去展示出来 就像我们来 也是一样 我们每年都会出 我们这个 企业社群报告 但当然 我们 就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旅行 我们所调拨 就是我们有 做到就要做到 那 可能大家知道 现在在国内有很多 包括我们的上司公司 包括一些 比较大型的企业 特别是一些企业 都为政府邀请 要出这些 企业社群企业办的报告 所以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 对我们企业 我们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要整理出来 然后 这样我们的一些 历生活方式 都会有办 那这边就是 我一个简单的 一个分享